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仿佛给这个洞庭湖西岸的小村庄 披上了金色的外衣 清风拂过 道乡阵阵 山家港村坐落在湖南省最大的平原 李阳平原上 由于地势略高 被当地人叫做港 村庄面积近五平方公里 可耕种土地三千六百多亩 几乎全部种上了水稻 远远望去 一栋栋农家的两层小楼 点缀在稻田之间 溪流川村而过 灌溉着田园 也滋养着村庄 稻田中沉甸甸的稻醉低垂 散落在田间劳作的人们割刀捆草 一派丰收景象 2021年 村民郭月利种植的六百多亩碗 获得了亩产一千一百斤的好收成 这让他很高兴 就我以前老开始种田的时候 它就产量很低一些 就是八百多斤都有 现在慢慢地把它这个技术各方面也就成熟些了 现代化的机械在收割 播种 海洋方面都是由现代化了之后 牢笼的成本下降了很多 产量也就增加了 沾家港村是一个以水稻种植为主的产量大村 这里每年出产稻谷四百多万公斤 村里八百多户人家靠着种植水稻 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作为湖南大米的代表 沾家港出产的仙稻 紫粒饱满 香味浓郁 2014年就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 而这一切都得益于这片土壤 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沾家港所在的里县 位于湖南省常德市 因里水贯穿全境而得名 它北连长江 东出洞庭 自古就有九里门户之称 米如珠王的水系 暖湿的气候 造就了水稻生长的天堂 很久以来 村里一直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万年日前 在这东西复盘呢 不是火锅连火源 还是利益找水缘呢 有人第一次撒下刀中 因水开天 它就是实在刀作之梦 在沾家港村 有一座中国城头山古城遗址博物馆 二十多年前 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 来自六千五百年前的碳化稻穀 曹传松是城头山遗址的发现者 现在虽已退休 但他还是会常常来到博物馆 当义务讲解员 1979年夏天 正在乡下做文物普查的曹传松 在途经沾家港的路上 发现一座突兀隆起的土岗 这引起了他的注意 在广阔平坦的里阳平原上 一般很少能见到这样的迪貌 直觉和经验告诉他 这下面极有可能隐藏着什么 由于当时技术有限 十几年后才开始了正式的考古发掘 地面之下 一座占地七万六千多平方米的古城遗址 由此揭开了神秘的面上 在遗址里 人们又发现了有水坑 水沟等原始灌溉系统的水稻田 你看这个坑坑挖挖 高地高 积地积 这就是原来的基层 当挖到这个基层以后 其中一个当时很聪明的一个民工 他就讲 这倒了刀钱 这是倒了刀钱的鸡巴 我一看果然不错 倒了刀钱 主要就是这个刀钱的归联吻 再过来就当时又发现了一股的刀根 它好像不像是积栽的 好像是撒泊的 结果一化年以后 当演绎化年 就知道它的归联启的手指和我们现代前的手指 基本上接近 确定当时已经有了刀座浓烈了 水稻田的发现 说明六千五百年前 在世界很多地方还未诞生文明的时候 城投山鲜明就以稻作为基石 累住起了城市 水稻的发明对我们整个人类 整个社会进步是很大的 因为有了刀骨 刀骨能够储存 能够储存就会出现私有质 就会有挪夺 有了挪夺就有了战争 然后都要拥有了城墙 对对 才有城墙 水稻的发现 为人类文明的腾飞插上了翅膀 城投山人围绕古道田建立城墙 夯土城墙长一千米 高五米 设有东西南北四座城门 并开挖有近四十米宽的护城河 似铜墙铁壁一般 守护着城内百姓的安宁 自然的奇妙和鲜明的智慧 成就了养育无数人的神奇种子 也开启了湖湘大地的农耕历史 从明代起 包括里县在内的整个湘北地区 已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地 请雍正年间 湘江上 玉米之船千艘云集 直销汉口 在地江浙 盛极一时 胡广熟天下族的谚语 至今广为流传 今天的詹家港人 对自己种植的水稻可以这样骄傲 就因为他与六千五百年前的稻田 共享一片沃土 他们在这片港地上 种庄稼 修房屋 养吃鱼 生息几千年 一大早 七十五岁的马士安老人 又在田里盲开了 劳动过后 他要和族人一起 商讨重修族谱的事情 湛家港村有四个大姓 马姓是其中之一 两百多年前 马士先祖为征脚九夕满足 从江西一路西行 进入湖南 迁徙到这片气候适宜 土壤肥沃之地 在新的居住地 水稻成为人们生活的依靠 曾经征脚四方的将士 放下了刀枪 画割为礼 开始在这片土地上 日出而坐 日落而归 过上了安定的生活 在马士族谱中 记载了人们对土地的认知和情感 春中一粒素 秋寿万颗子 直到今天 湛家港人依然遵照祖训 用辛勤的汗水浇灌着土地 世代守护着家门口这片广袤的稻田 曹永喜在农忙季节 几乎没有闲下来 这两年 儿子曹爱民觉得 父亲年事已高 为了减轻老人负担 他接过了田里所有的农活 但曹永喜却坚持留下梁牧田 自己耕种 曹永喜坚持留下梁牧田 曹永喜种了一辈子地 每天都要去地里忙上一阵 成为他雷打不动的习惯 如今的湛家港村 虽然机械化种植遭遇普及 但大家还是愿意留出一两亩稻田 人工作业 尤其是在收获季节 不亲手割下几款稻子 心里就不舒坦 在湛家港人的眼中 这一粒粒粮食 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 曹永喜记得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水稻母产只有三百斤 平时尚能温饱 一旦遇到荒年灾年 吃饭就成了问题 1959年到1961年 中国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 那个时候 湛家港村也遭了灾 但村里人都知道 他们村所在的里县 是中国商品粮基地县 这里种出的稻谷 不仅卸着自家老小的生计 也连着一亿万人的粮食安全 因此 即使是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 湛家港人仍然向国家 交足了公粮 自己过着瓜菜带 杂粮餐的生活 曹永喜这一代人 经历过苦难 也见证着中国农村的 发展和变化 从20世纪80年代的包产到户 到2006年取消农业税 国家政策越来越好 湛家港人的日子也越过越好 直到现在 曹永喜还总爱开玩笑说 自己是从30岁以后 才开始发胖的 经历过饥饿的人 才更加懂得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道理 无论任何时候 粮食对于湛家港人来说 一粒都容不得浪费 该到我们小时候 这个东西还想不到 是不是 你看这些小米 我们想快不到 它没吃你 人都没吃你 你这个还不吃 是不是 走走走 今天 湛家港人的生活 既安稳又幸福 但在老一辈人的心里 总留有一些遗憾 改革开放后 城里就业机会激增 村里的许多年轻人 都去了城里工作 留在家乡种地的人 越来越少 曹永喜的儿子曹爱民毕业后 也在城里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一干就是十几年 可父亲却一直不放心 十年八年 对于粮食问题 大话高教不能讲的 这玩意还是激进的 中间还有个生活出路 还有饭钱 就是几年亏的 它房子还有钱的 是吧 你给我生意 你把亏的 他们饭都没写 不得挣的 生意买卖 眼前话也狂风 推不着 你为吧 生意买卖眼前话 狂风吹不倒离尾吧 在村里老一辈人眼中 黄金珠玉 鸡不能食 寒不可依 无论何食 都不能忘记农业才是根本 2014年中秋 曹爱民回家过节 那时候 他的父亲已经64岁 体力大不如前 家中的几十亩水稻田收获时 还得请邻居过来帮忙 看着这些老人 在地里忙碌的样子 曹爱民有些动容 于是 这位年轻人决定返乡创业 他流转了村里闲置的农田 开始进行大规模水稻种植 2021年 他的305亩水稻田 迎来了大丰收 30多万斤的好收成 让这位年轻人喜上眉梢 而有儿子在身边陪伴 父亲曹勇喜更开心了 要他不高 还有一点脚 他说今天要弄完了 要不能不忙 因为这个就是 自己是 等老板 马上是自己讲话 自己作数 只要占心 就把他的单程提起来 之后 自己是最大的收益者 对不对 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回到湛家港 如同那一茬又一茬的稻子 在这片孕育生机的土地上轮转 一代接着一代 在祖辈耕耘的稻田里 播种希望 也收获幸福 2021年又是一个丰年 依照传统 每年最后一季稻谷成熟后 村里都会组织一场歌谷比赛 用劳动技能比拼的方式庆祝丰收 这一次 各家各户派来参赛的都是米选手 镰刀过处 陈甸甸的稻子一把把收获 金色的稻田里 大家你追我赶 紧张角逐 谁能拔的头筹就预示着来年能有更大的收获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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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名产生了 稻子收完 距离人们的餐桌还需要经历一段漫长的过程 稻谷脱壳后就成为带有康皮的糙米 糙米经过至少三次打磨 才能彻底去掉米糠 然后还要经历几次抛光 才能变成白色的米粒 在村民的桥手下 一种米变出多种花样 米糕 米豆腐 米粥 米糖 各种美食被陆续端上了桌 生糖的热气中 稻米散发出阵阵清香 只是幸福的滋味 也是家的味道 来呀 我要亲娘 抱一手 抱抱妈妈好不好 好不好 好 好 当大部分人都收割完毕时 秦叶云还在忙碌着 今年 他已经完成了政府布置的双击稻种植任务 又种上了净百亩汉稻 最近稻子有些倒幅 他心里非常着急 刚好这一天 市农业局的科技人员到村里给种植户培训 会后 秦叶云赶紧请他来到了地里 农业生产必然受季节和环境制约 人们在播种插秧耕耕耘收获时 必须与季节保持步调一致 才不会耽误农食 保证丰收 而在今天 科学更重 更成为人们新的保障 随着国家一系列汇农政策的推出 农村规模化种植成了新的发展方向 每亩稻田每年能得到国家240元的补贴 2015年 在外工作的秦叶云 看准家乡水稻种植的潜力 回到战价港 承包了400亩水稻田 准备大干一场 可是水稻规模化种植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秦叶云连续两年遭受了挫败 就在秦叶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一个好消息传来 袁隆平院士团队看中了 战价港的水稻种植环境 打算在这里建立超级杂交道 高产公关示范基地 这对于正在寻求发展的 战价港村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当时正处在困境中的秦叶云 找到了来村子悬点的贾现用 有了科技人员的保证 秦叶云心里有了底 从水稻生长 土壤诊断 环境监测 每一个步骤他都一点点去学 慢慢地秦叶云掌握了科学种植药力 那一年秋天 他种植的400多亩超级岛 获得了平均亩产1600斤的好收成 仅仅一年就还清了所有欠款 拍收割的时候 他说假设你快点看一下 全身都踩垮了 那就是来看的参观的人比较多了 确实那年的他的产量是不错 2017年 袁隆平院士来考察千亩超级岛示范基地时 也来到秦叶云的岛田 老人俯下身子 温柔地抚摸着稻子 就想抚摸自己的孩子 李县是原龙平院士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他一生的心血 凝结成家乡土地上浓得化不开的稻米香 老人的笑声里满是信心与期望 这一幕永远地留在了詹家港人心里 从此让种水稻变成人人羡慕的行业 成为詹家港人心中的梦想 带着这个梦想 2019年秦叶云游种植了500多亩优质岛 每亩比普通稻谷种植多收入600元 在他的带动下 詹家港十多个重粮大户纷纷加盟 成立了优质岛合作社 靠着一粒粒稻米 聪明人均年收入达到了2万多元 过去很长时间 人们认为种植水稻不挣钱 可在詹家港人看来 每个人都离不开粮食 种植稻米也可以奔效康 人中午还都只要粮食吃 我就不自己把粮食在那 我就自己加工 自己去买大米 就是人是幸福一点 但是我感觉他们正饿 如今由当地政府迁讨 詹家港村村民和一家粮食产业员签订了粮食合作协议 从育苗到插秧再到田间管理 公司会定期派技术人员来指导 往年 稻谷收起来了就放在家里等价格 现在拿去直接售卖 省工又省时 2021年 詹家港村完成了1847亩双季道的生产计划 保证了国家的粮食安全储备 与此同时 他们还针对不同地区人们的喜好 开发出更多口感的新型稻谷 对他们来说 现在不只是吃饱 让中国水稻更好吃 这也是关系到村子未来的发展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主任赵一夫看来 确保重要农产品 特别是粮食供给 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 稻米作为我们国家 一个最主要的口粮 产量不能少 因为我们的人口基数在哪呢 每年大概两亿吨左右的这样一个消费量 所以说这个保障口粮绝对安全 饭碗牢牢端在我们自己手中 这是一个基本国策 那怎么来实现呢 一是靠科技支撑 二是靠根底保护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产量余地 产量余计 我们通过科技的提升 通过我们种族方式的改变 让它能够形成我们这样一个 高质量发展 绿色发展的一个循环农业的经济价值 能够让农民获益的 每年收获时间 詹家港村志愿者服务队队员 都会在村里开展 接赶竞收的宣传活动 在他们看来 用地更需要养地 只有保护好环境 才能收获更加长足的幸福 如今 村子富了也美了 白墙红瓦绿树盐 稻田围着村庄绵延 一派诗意的田园风光 这座沉淀着悠久 稻作文化的美丽村庄 正吸引着四方游客 纷至踏来 近两年来 山家港人把乡村旅游和特色水稻产业相结合 设立岩学基地 每年收获季节 孩子们就会走出校园 来到这里下地收割 体验农活的辛劳 也感受丰收的喜悦 人们常说 种植稻米很辛苦 数千年的耕耘 收获 磨砺 调和 浓缩成餐桌上的一粥一饭 小小的白色米粒 滋养着村庄走过漫长的岁月 也将带着沾家港人 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